西里 各位观众朋友 东京的地铁是全亚洲发展最早 也是规划最完整的 除了公家经营之外 还有许多私人的地铁公司 路线有如蜘蛛网般的笼罩整个大东京 来这里旅游当吃汗 搭地铁就对了 这次我们选择的今年刚好通车100年 我留学时期每天通勤会搭的西五星速线 一路向北出发 第一站就来到由小江户自身的穿越 这里可算是距离东京最近 而且还保持完整江户时代封城的老街区 更重要的是还有很多传统的美食 好的 换上和服 路径随俗 我们开始了 这一盒 这个… Emo有没有 Emo是芋头 可是紫芋头 就是紫色的地瓜 紫色的地瓜 对 就是蚂蚂蚂蚂 什么 什么就是蚂蚂蚂蚂 你不知道叫蚂蚂蚂蚂蚂 紫色的地瓜叫蚂蚂蚂蚂蚂吗 对啊 它其实是蚊蚂蚂 但是它只是紫色的 对啊 所以是蚂蚂蚂蚂蚂啊 好啊 是吗 你看 真的吗 你有听过吗 对啊 好啊 好啊 蚂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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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 真的是跟你在路 我发现有很多地方 其实是我必须要再学习的 你看吧 真的 怎么这么多啊 因为你要吃 你刚才说你要四号 三合 三合一 拉面 而且我特地叫他帮你换了什么 换了这个里面是有全蛋 整个烘蛋在里面 我特地帮你点这个 那我也是点了一个 就是符合我十量 炒面 为什么 因为 它的草面跟一般的草面不太一样 它的面比较粗 你拿里面起来 有没有 细的 这个一般的草面 外面草面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是在穿越这边 比较 大家比较尝识的草面 是用胖胖面 然后它这家店听说 又是这个穿越里面这边 这个开最久 而且第一个做这个胖胖面 所以我来这边就等于是有点 朝圣的心态 所以这是他们自创的 对 就是穿越这边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穿越这边都是这样 对 对 很少人说自己家里已经是 你知道万元富的 还在吃我们这种平原 借我一下 那就是猪排饭 有炸猪排饭上面撒的那个酱 对 对 有点酸酸的 可是完全都是那个猪排酱烧味 对 所以日本人的炒面都是这个味道吗 几乎 几乎都是这种猪排酱烧味 对 薇如 来 精彩 你要记住 记住我现在对你的好 对 待会那边要滑 薇如 一定要记得 这盘炒面 让我不得不点的原因就是 它在日本其他地方都吃不到 有别于其他的焗酱烧味 是用细面来炒 穿越地区 可是大约在50年前 就开始用粗面条来炒面了 所以一咬下去 还是吃得到面香 完全不会被浓厚的酱汁给抢味 接下来就是 就是薇如的豪华三合一大餐 这个第一个就是蛋 因为蛋 但它把它那个 里面的拉面汤都吸满满 我很爱这个 很好吃 它也不是说炸 它就是 好香 都是烘蛋的那个味道 而且我跟你说 还有一个重点 你这个蛋 顺着这个下去 这个汤 对 这个蛋汤 有没有 浓浓的蛋味道 有 为什么 因为蛋本身 蛋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东西的甜 是从什么 安心酸里面的 对 一颗蛋是这个蛋白质最完整 所以它 当它煎过之后 它放到汤里面去 去熬的时候 它的汤的蛋汤的味道进去 所以有时候你在家里面 你要煮鸡汤 但没有鸡汤 打一个蛋 炒一炒 炒到香气出来之后 再把它水冲进去 就是这样的香气 超好吃的耶 超好吃的耶 好香喔 而且重点是 人家这边地瓜是有名的 你一直在吃那边 它们吃那边蛋的 没有 地瓜在拉面 我第一次吃到 以为会很湿润 很干干的 对耶 它这中间这次还是干的 为什么它地瓜不会吸水 但是炸过的 炸过的地瓜 薄薄的像芝麻 然后把它放进去 会很干对不对 对 要配一点 每个地方的 都叫地瓜 是品种都很开的 这碗很像天赋罗烘蛋面的 豪华拉面 真的很特别 烘蛋吸饱的汤汁 再加上蟹肉的鲜甜 吃起来温润舒服 吃一口拉面再配上炸地瓜片 又多了一个爽脆的口感 超棒不满足的耶 而且这个地瓜 可是穿越的名产 像是这个 蚵仔含鸡做的煎饺 我就很好奇 这到底是什么滋味 对 这个 煎的只饺 对 它应该只是皮 我觉得 皮是一只地瓜 对 应该只是皮 那里面还 这个锅贴还是里面有肉 有韭菜 里面芹菜很多 很快 对 如果眼睛闭起来 有一点点地瓜香 地瓜香 对啊 皮是指地瓜做的吗 对啊 看到了 你真的 你没有地瓜耶 对啊 你有地瓜香 不是 它是整块的 你没有吃到整块的 有啊 你看 你看 真的 我没有耶 对啊 我这块没有 你有了 你有了 有了 这个店 点我也这么少 对不对 然后我这一块里面没有地瓜 对啊 我已经有地瓜 你看 有地瓜耶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没有吃过有包地瓜的锅贴 然后你觉得 很惊讶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喔 而且吃很多耶 好喝 我很多点吃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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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耶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而已 一点点 我就不信你这个还有水 没水了吧 不过我更大块 地瓜 到我里面 我说韦汝啊 你不懂 partner 是要分享的吗 好啦 没关系 虽然我没有吃到 有大地瓜块的尖角 但是光是这个家的 蚝蛙寒吉做的尖角皮 那浓厚的地瓜香 就给我很大的冲击了 这道紫地瓜尖角 果然是穿越 值得一场的名物啊